穩帽的部分跌幅就40.7% 這樣看到了 那今年預估大概4.25元 明年大概預估是5.88元 那現在最重要的穩帽 你要講說跟這個消費性的產品連結的上 我覺得這機會可能沒有那麼多 沒有其他進公司 可是Wi-Fi 7的使用量 PA 2顆提升到6顆 這是重點 均價成長大約是20個百分點 那也是今年下半年主要動能 那因為現在網紅的市場需求比較差 所以Wi-Fi 7的規格 雖然是要提升的 但是價格報價反而比較低 那價格比較低 也許我們在討論過程裡面 有機會幫助它的滲透率再提升 所以滲透率的提升 但是因為價格沒有特別拉得很高 我們不敢把EBS估了明年太好 所以文貌的部分 基本上我們今天所跟大家報告的是 跌升先看反彈起來的股票 所以這些公司相對跌升以後 反彈有沒有機會 有 它的反彈就是切記我說的 當月經濺帶起壓的時候 那效果真的就不一樣了 了解了 好 謝謝志誠 請先回座了 這些事跌得比大牌還要更深 但是他們有潛力有底氣反彈 但是志誠提醒了很多月線都還是往下的 什麼時候可以進場第一個重要的訊號 先等月線翻揚 再來找進場的時間點 請我給你做參考 節目一開始 我請教葵郭大哥到底這波央行如果要持續的打房 這對於房市有影響之外 對於股市呢 葵郭大哥說有 但是已經陸續在反應了 所以台股下一步休息一下 葛老師告訴你 投資市場瞬息萬變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麼樣隨時能夠掌握最新訊息 重點是做出專業的解讀 而且化為精準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斷 記得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前線百分百 每天帶你掌握全球最新訊息